嗯 你眼睛瞎了呀你 娘娘 送哪儿的饭呀 喂 娘娘 我恩太公给徐劫瑜送饭去 恩太公 徐劫瑜 打开 娘娘 都什么时候了 怎么还没送饭来 要不我去催一催好了 没关系的 我还不饿 都什么时候了 你们才送饭过来 卢瓶先行告退 娘娘还没有发话呢 鬼鬼怪怪的 算了吧 娘娘 我去禀告皇后娘娘 不要妄生事短 娘娘 你以后的日子可要怎么过呀 妹妹 妹妹可好啊 哎呀 妹妹 你可可人儿怎么哭了呀 吃这饭菜吃得不合口吗 不是的 是风沙太大吹入了眼睛里 倒也是 咱们这儿风沙确实挺大的 哎呀 你看 饭菜里都是沙子呢 碧鲜 怎么照顾你主子的 那么脏 也不打扫打扫 饭菜里都是沙子呢 妹妹 姐姐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现在受大笑呢 鬼的陈胜 未免也太喜庆了吧 这说出去 也不太符合礼法 而且大念不道道 谢谢姐姐提点 快拿下去吧 是 哎呀 哎呦 哎呦 都碎了 这可是皇后娘娘 上次给你的 把她打碎了 看皇后怎么处置你们 死定了你们 我只是有些风沙 吹入了眼睛 看他们的可怜笑 今天总算有件高兴的事了 可是娘娘 这样做好像不太好吧 找死了你 找死了你 帮着外人说话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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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只是担心 要是皇后娘娘知道 我才不担心皇后娘娘知道呢 那个徐婕瑜 本身就是个外人 再说 又得不到皇后的宠爱 好戏 还在后头呢 以后 他也突然来访 有时远迎 还望恕罪 反正我也闲得无聊 来看看妹妹也好 姐姐来看妹妹 妹妹满心欢喜 大家说说笑笑 日子就更容易打发 妹妹 你真的愿意见到我吗 别假惺惺的了 妹妹 你穿得 也太素气了点 这幸亏是大白天 要是割到晚上 你这张惨白的脸 我还以为碰到的是 白无常了呢 对了 你现在有笑在身 穿成这样 也不足为奇 姐姐我只有 忍一忍了 坚语娘娘 如果我家主子是白无常 大白天的让您看见了 也不见得是极力的事啊 你这狗奴才 说话口无遮拦的 还不够罚他 快向娘娘告罪 你这做奴婢的 说话都如此猖狂 这主子得了事 还不更不饶人 别以为千方百计 讨好皇上的恩宠 日后就可以荣华富贵 有些事强求不得 其实华胎一事 就是天意锦事 所谓 命中有时争须有 命中无时难强求 他呀 就是没这福分 也许 他一时还了胎 得了失心风 要把妹妹你往火坑里推 也不一定哦 姐姐不要再说了 妹妹 所谓忠言逆耳啊 后宫波绝云鬼 姐姐我是有意 要提点你才是哦 谁这么好心呢 参见皇后娘娘 参见皇后娘娘 美人娘娘 她犯了什么错 这个奴婢说话太过分了 所以我就处罚她了 说话过分 先起来吧 谢皇后娘娘 能够得罪我这个好妹妹的 相信必行讲话 一定非常厉害 妹妹啊 你刚才讲话 也不遑多让 本宫全部都听到了 你怎么可以 拿云贤妃的伤心事 开玩笑呢 我 不要再狡辩了 赶快告罪吧 我告罪 向谁啊 向徐妹妹告罪 对不起 没关系的 方姐姐只是提点一下 让妹妹有所警惕而已 如果方妹妹 可以像徐妹妹这样 大方得体的话 那我这个姐姐 就放心得多了 是 皇后娘娘叫我们过来看徐妹妹 不知道所为何事 之前云妹妹跟我提起过 怕这里特别僻静 本宫有点担心 所以过来看看 恩太宫这边确实要修正一下 灵儿 你安排一下 是 谢皇后娘娘 咱们